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晚安 大家今天听歌了吗? 我是Kennigy 今天要来介绍的这首歌 如标题所见 就是来自爱雨良在12月21号发行的新春集中的首波主打歌曲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这首歌 我觉得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一首歌可以让我那么坚定的说 它真的唱进我的心里 我觉得这首歌唱到了 也做到了 它很像是把你自己的心掏出来 然后剖析它 看透它 然后解释它 最后承认它 对我来说它就是这种感觉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 我有点跟着爱雨良的心情 然后来慢慢把我自己掏空 去检视我的过去跟现在 然后去期待我的未来 它是一个后劲非常非常强的歌 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听过一遍 你可能就会觉得 这首歌好入耳喔 可是如果你认真的去看歌词 同时你自己人生可能也有一些故事的话 你会觉得这首歌 我自己会觉得它还蛮能够成为年度歌曲的 因为我到现在已经过了 我觉得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 我还是对这首歌有一点却步 虽然这几天我必须每篇都要去面对这首歌 因为除了要去理解意思 我还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让大家可以看得懂 它是一件会让我自己有点焦虑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自己还蛮享受的 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 在我还没有看到歌曲介绍跟专辑介绍之前 我也觉得这首歌就是对过去的坦诚 对于现在的勇敢 然后对于未来的恐惧跟害怕 就是歌词里面有很多地方有讲到说 不管我怎么样 但我还是那个我 然后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那么的轻狂 那么的挥霍 然后不顾一切的去爱上 这是我对我过去的坦诚 因为我做过这些事情 但是我现在能够勇敢的说 不管未来我会害怕 我会手足无措 但我至少我现在能够勇敢的跟你保证 跟自己保证 我以后也会跟以前的我一样不变 我还是那个我的这种感觉 当然在知道这首歌的介绍 还有看到新专辑的记者会 我也知道爱梁她自己对这首歌的出发点跟解释 她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离别离开的歌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2018年好多离别的歌 我自己现在想得到的就几首是小球的何必纪念 武克群在她的电影的主题曲 还有最近的蔡建牙的遗书 到现在爱雨良的Forever Young 都是在讲离开离别 然后我觉得因为Forever Young 永远青春嘛 爱雨良自己也说她最主要不是想要留住青春 因为青春是大家都想要一直保持的 但是在我们长大之后 懂事之后甚至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最想要留住的就是真边的最关心的人事物 才是我们最想要保留跟最想要去守护的 我觉得这首歌我很难能够看到一首歌 在每一段的歌词里面都会有那么一句 让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跟刺进我的心里面 我觉得大部分的歌啦 可能是这首歌的某一句歌词去触动到你 或是感动到你 但是这首歌真的每一段都有那么一句 让我好揪喔 真的让我好揪喔 第一句 我觉得第一段歌词的其中一句就是 有个沙漏在心中荡雅 它是一种受足无措 沙漏代表时间嘛 在心中荡雅 代表你知道 你心中有一个沙漏在荡 那就是对于时间的流逝 你无能为力的感觉 然后第二段的第一句 默取时间让志文蔓延了 它完全就是在呼应 刚刚的那句话 有个沙漏在心中荡雅 它就是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 它是很无助的 时间在走 我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做任何的改善跟阻挡 因为时间是挡不住的 然后再来第四段进入副歌 学者遥望 手却不会放 我多骄傲 这是我的骨架 我的内脏 怎么会有人把 我觉得这太刺了 那个刺不是那种不好的刺你 是很揪 然后很酸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要何其的幸运跟何其的幸福 才能找到一个能够跟你一起向前走 但是他不会抛下你 他也不会走得比你快的一个人 学者遥望 手却不会放 就是紧紧的抓着 如果你遇到这个人 你真的应该骄傲 我自己觉得 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跟开心的感觉 因为要有多大的福报 可能上边找烧好香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所以这句话我真的 阿姨亮 你怎么可以那么夸张 所以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太抛心抛肺了 然后太看透自己了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 这首歌会让你哭好几百次 每天必哭 但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这首歌是治疗你的歌 但是对我来说 这首歌 就是在剖析自己 这个结尾是不是有点太沉重 呵 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 我觉得也可以期待一下 12月 12月是华语歌手大爆炸的时间 一直到年底 有多少歌手在发片 你看21号 艾姨亮 然后上个礼拜 介绍的李千娜 然后再来林逸连 陈逸迅 接着还有蔡依林 这个月 对华语歌曲来说 2018年以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再开心不过了 就是每一个歌手都在出自己的专辑 然后明年的金曲奖 真的可以期待 会有多精彩 介绍这首歌给大家 来自艾姨亮在12月21卡发现的新专辑中 垂直活着水平留恋者的首破主打歌曲 Fly Very Young See you!